大家好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10月4号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了讲话 我把戴琪发言的全文给大家读一下 然后再说说自己的看法 戴琪在国际研究中心发表讲话的全文 各位好 谢谢各位出席 我想要感谢何穆里、比尔、赖因斯和战略国际研究中心今天的接待 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我们的外交政策论述里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我在这里与各位谈全球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是恰当的 我过去曾经说过 并且我会继续这么说 美中经贸关系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关系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我们如何与对方相处不仅影响我们两国 它影响整个世界和数十亿的劳工 这个双边关系是复杂且具竞争性的 拜登总统乐见此竞争支持美国劳工 助长我们的经济 并增加国内的工作岗位 他相信我们必须负责任的管理竞争 并确保竞争是公平的 太长的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对全球贸易规范缺乏遵守 已经损害了美国人和世界上其他人的繁荣 近年来北京加强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体系 越来越明显的 中国的计划不包括解决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 共有的关切有益的改革 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 为了成功 我们必须直接且坦诚的面对我们面临的挑战 以及若不应对这些挑战所带来的严重风险 我们必须探索一切的选项 以规划最有效的前进道路 在与中国的关系里 对美国劳工最好的是增长美国经济 以在美国这里创造更多机会和工资更高的工作岗位 作为美国贸易代表 我计划要实现拜登总统的愿景 在美中贸易动态关系里实现以劳工为中心的贸易政策 我们需要展现贸易政策在一般人的生活里可以是一股正能量 我们将通过与我们的劳工重建信任 并将我们国内和外交政策对其创造能持久的贸易政策 以造福广大范围的利益攸关者 拜登总统已经清楚表明 我们的全球竞争力和创造共同繁荣的关键要从国内开始 我们必须做聪明的国内投资 提高我们自身的竞争力 我们必须投资于研发和清洁能源技术 加强我们的制造业 并激励公司在供应链从上之下都购买美国产品 通过美国拯救计划 行政部门对供应链韧性的关注 以及我们就我们技术领导力的投资 我们已经完成了这其中的部分工作 行政部门宪政通过跨党派基础设施协议 以及重建更美好的议程与国会紧密合作 进一步推进这些行动 至于美国中美贸易 近几个月 拜登和哈里斯政府已经进行了全面的审议 今天我将阐述我们行政部门 调整对中国贸易政策上的战略愿景起点 以捍卫美国劳工企业农民 以及制造者的利益 并强化我们的中产经济 首先我们将与中国讨论第一阶段协议 协议下中国的旅行情况 中国做了让部分美国产能受益的承诺 包括农业 我们必须执行 拜登总统将继续促进我们的经济利益 并建立美国产业信心 第二 我们将开始启动 有针对性的关税排除程序 我们将确保现有的执行架构 最符合我们的经济利益 我们将保持在必要时 继续开放排除程序的可能性 第三 我们对中国以国家为中心 非市场的贸易做法 继续持有严重的关切 这些在第一阶段协议中没有涉及 在我们努力执行第一阶段协议的条款时 我们将向北京提这些更广泛的政策关切 并且我们将使用我们拥有的各种工具 必要时制定新的工具 以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 免于遭到伤害性政策和做法的影响 最后 至关重要的是 我们将继续与盟友合作 塑造21世纪公平贸易的规则 促进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的向上竞争 在我开始谈我们计划更多细节前 我想回顾美中贸易关系几十年来 如何演变 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 中国从世界上排名第11大的经济体 升至排名第8 不到10年时间 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翻了约4万 进口增加了14倍 这样的经济增长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努力铺平了道路 当时世界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挑战 如何让一个以国家主导的经济体 整合进入一个由致力于开放市场为导向原则的经济体 创立了贸易组织 在设法应对这一困境时 有些人认为对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出口 与其扩大中的中产基金能有巨大的提高 其他人的论点是会造成加速和大量的失业 最后中国在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接下来的15年 美国对北京使用双管旗下的方针 一方面连续三任总统任内 每年都有美中高层官员对话 这些对话是为了促使中国遵守并内化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规范 并做出其他以市场为导向的改变 然而中国做出的这些承诺 几年来更行困难 而且中国的旅行状况不一致 执行变得不可能 另一方面的重点 放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案件 我们对中国提出了27件的诉讼 其中一些官司是我去打的 通过与我们的盟友合作 我们在所有制裁案件里都胜诉了 但是即便中国改变了我们的质疑的特定做法 他们并未改变根本的政策 而中国有意义的改革仍然难以实现 近年来中国的领导人更是加强了 他们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模式 面对着对话和执行两轨皆为 带来有意改变的现实 上一届政府决定使用不同的模式 美方单边压力 试图改变北京的做法 上届政府针对中国的强制知识产权 和技术转移政策展开调查 这些是存在已久严重的问题 之后带来美国对中国进口的大量关税 以及中国的报复 这个紧张关系不断的升高 在此背景下 2020年的1月 上届政府与中国达成了广称的第一阶段协议 这项协议包括一套有限的承诺 这些承诺涵盖中国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 购买美国产品 以及改善农业和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的义务 它稳定了市场 尤其是美国农业出口 但是我们的分析显示 虽然在某些领域承诺履行了某些商业获得收益 其他领域却有不足 但事实是这项协议并未有意义的应对 我们对中国的贸易做法 以及这些做法对美国经济有害影响的根本关切 即便有了第一阶段协议 中国政府持续将数十亿美元投入特定产业 继续照着国家的意愿 行诉其经济 伤害了美国和世界各地劳工的利益 我们看看钢铁行业 2000年时有超过100家美国的钢铁公司 我们当时每年制造1亿公吨的钢 该行业在美国各地雇佣了13万6千人 不久之后 中国开始建造自己的钢铁厂 他们生产力迅速膨胀 夺走美国钢铁公司宝贵的市场机会 低价的中国 钢泛滥全球市场 抢走美国和世界各地公司的生意 美关闭一家钢铁厂就代表数百名劳工失去生计 靠着工厂存活的小企业倒闭 昏暗的建筑物压低房地产价格 也让社区一片惨淡 今天中国每年制造量超过10亿公吨 占全球钢铁制造近60% 中国一个月的钢铁制造量比美国和世界上 多数其他国家一整年的制造量还多 在美国钢铁业的雇佣人数自2020年以来下降40% 在太阳能光伏电池的制造中 我们看到中国不公平政策的影响 美国曾经一度是过去新兴产业的全球领导者 但是当中国扩大其自身的产业 我们的公司就被迫关门 今天中国占全球产量80% 太阳能供应链多数在美国甚至不存在 美国的农业也没逃过 近来我们对中国出口增加 但市场份额正在缩小 对日渐重度依赖市场的美国农民和农场主 农业仍然是难以预测的行业部门 中国的监管机构继续使用措施 限制或威胁我们制造者的市场准入 以及他们的收益 当前在半导体行业中 我们也看到令人担忧的动态不断发酵 2014年中国出台了一份产业计划 宣布2030年前建立起领先全球的半导体产业的目标 据报道中国已经就这项工作投入了至少1500亿美元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投入 其意图明显就是当初和钢铁太阳能一样 这些政策加剧了全球经济里的零和动态关系 中国的增长和繁荣代表美国和其他市场为基础 民主的经济体的劳工和经济机会要受损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与中国的关系里 必须采取一个新的全观的务实的方针 能够切实的遵促 催促我们短期和长期的战略目标和经济目标 我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不断演变 我们捍卫自身利益的政策也必须不断改变 随着时间风险越来越高 提高美国竞争力更重要 我们的策略必须要应对这些关切 同时要具有弹性和灵活性 以因应未来可能来自中国的挑战 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到这点呢 有别于以往 本届政府将以实力地位去进行接触 因为我们正在投资于我们的劳工和基础设施 修缮我们的道路桥梁 港口现代化 以及部署扩大宽带网络 这些投资将会开始为美国劳工和公司提供 拥护他们的全球竞争力 所需要的推进力 我们必须投资于教育和劳工培训 以发挥和善用我们人民的才华 这些投资都被包含在拜登总统重建更美好计划里 我们也需要加倍努力 做世界上最有创新力的国家 通过研究 开发和发明新的新兴技术 中国和其他国家已经在他们的基础设施上投资数十年 如果我们要在全球市场上竞争 我们就需要在国内做同等和更大的投资 这个持续的投资确保我们在21世纪里 能够维持我们的竞争优势 除了我们国内的投资以外 未来几年里 我们也打算与中国对口官员进行坦诚的对话 这将包括讨论中国在第一季段协议下的旅行情况 而我们将继续与中国就他们的产业政策进行接触 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激化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关系 我们要持久共存 就需要对我们的行动和巨大后果负责和尊重 我致力于逐步解决这一双边进程中的诸多挑战 以带来更有益的成果 但最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捍卫彻底捍卫我们的经济利益 这代表要采取所有标诸咒 保护我们自己不受多年来不公平竞争造成的一波波损害 我们必须做好部署所有工具的准备 探索制定新的工具 包括通过与其他经济体和国家协作 我们必须规划新的道路 改变我们双边贸易动态关系的轨迹 重要的是 我们将与我们的盟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进行合作 建立真正公平的国际贸易 从而实现良性竞争 我已经在通过双边区域和多边的交流 接触努力加强我们的同盟 而我们也会继续这么做 我们在6月与欧盟和英国在世界贸易达成协议 解决大型民用飞机争端 这展现拜登总统的承诺 要与我们的伙伴合作 为我们的劳工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就在上周我们共同主持了 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 欧洲加强他们自身对非市场做法的抵御 我们也将与他们合作 确保我们的集体政策能奏效 在7国集团20国集团和世界贸易组织上 我们正在讨论市场扭曲和其他不公平的贸易做法 例如在渔业 包括新疆在内的全球供应链里面使用强迫劳动 未来几个月和几年里 我们将会把工作基础建立在这个之上 我们的目标是将深思熟利 稳定和长期的思维带进我们方针里 并通过双边和多边的渠道工作 我们的策略核心是致力保护 确保我们与盟友的合作 创造公平开放的市场 全球经济里各方都能增长并成功 这样的未来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边境内 和各个边境之间繁荣兼续 我们迄今为止所走的道路没有领向那个未来 我们今天提出的拜登总统的优先事项的目标 是达到共同繁荣 对我们的劳工制造者和公司好 对我们的盟友好 对全球经济都好 谢谢 那这是戴琪啊 这是十月四号 在这个美国讲话的全文啊 我把这个英文的翻译了一下 你从他的讲话里可以看到一个逻辑啊 就是美国和盟友要好 美国和盟友好了呢 世界就好了 这是美国人一贯的想法啊 这是美国人的逻辑 我们好了 世界就好了 因为我们就是世界 我们和盟友就是世界 你至于中国人好不好 对吧 那跟我们没有关系 因为中国和我们不是盟友 我不知道戴琪小姐啊 戴琪小姐你这个逻辑 对吧 咱们中国人呢 我知道戴琪父母不也是中国人吗 不在家不也吃中餐吗 那你养的这个女儿 是吧 拿了美国护照变成美国人以后 对吧 为美国工作 是我可以理解 但你们好了 是不是 然后呢 中国死活你不管 这个不对吧 所以我说第一点啊 我看出一个逻辑 就是美国好了 世界就得好 世界就能好 美国不好了 世界完蛋 那是按照这个逻辑啊 按照这个逻辑啊 那你是不是要准备什么呀 咱们按照这个逻辑继续往来推 那你未来美国一旦出现问题 对不对 那世界是不是要遭殃啊 那现在世界是不是和美国是不是要重新考虑一下关系啊 那么世界与美国要脱钩啊 这美国是不是不要影响世界啊 对吧 你好好回到你的北美 回到你自己的世界里 这样的话世界安全啊 所以我在想啊 戴琪小姐这个话是不是准备美国和世界要脱钩啊 所有听完这个戴琪小姐讲话的人啊 首先产生个想法 世界是美国吗 美国是世界吗 如果美国就是世界 按照美国人的思维 那世界危险了 那世界的安全 就是美国的安全 美国人决定世界的安全 那不行啊 那不保险 按照民主制度是不是 那不保险啊 你变成统治者了 你的安全就是我们的安全 那不行 听懂这个逻辑了吧 这就是美国人的逻辑 这戴琪虽然是黄皮肤啊 但是脑子里就是白人的思维 美国人的思维 我们就是世界 可能最近500年啊 这个欧亚大陆呢 逐渐被海洋文明统治 海洋文明逐渐的 因为他远离战争嘛 逐渐的积累了财富 有一种幻觉啊 自己有世界 500年前啊 戴琪我告诉你啊 你想画那个地方 500年前 那个地方根本不是世界啊 那是传说中的一个啊 荒凉的大陆 传说中的 所以我知道戴琪啊 你可能怎么说呢 你没站到历史的角度来看 我呢 虽然 对吧 水平有限 但是我希望我今天这个视频呢 戴琪能看一看 我从另一个角度 用另一个逻辑 用底层逻辑 给你讲一个另一个逻辑 这个世界啊 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戴琪刚才讲了啊 美国呢 大量的和中国进行贸易 将中国带进了世界的工厂 世界的市场 把中国带成了世界工厂 那么中国的崛起呢 对美国工人是有危害的 危害了中美国的工人的就业 但是我呢 给戴琪另一个观点啊 对吧 我也没有 不是什么大学教授 也没有什么水平 我只是想从另一个角度 把这个世界 世界的真相 重新跟大家探讨一下 多说几句 那按照这个鲁 按照刚才戴琪讲的 美国将中国带进了这个世界 那美国为什么要打 中国带进这个世界呢 戴琪能不能回答一下 很简单 利益嘛 你美国是最讲利益的 经商嘛 商业最讲利益 中国每年给美国付出了什么呢 你美国的通货膨胀 是不是由中国 中国那个工人辛辛苦苦啊 在工厂里劳作啊 让美国人就可以在家里 吹着空调 看着电视 吃着肥肥胖胖的 买个牛仔裤 才20美元的不到 几美元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啊 谁在劳作呀 包括中国在内的千千万万的发展国家 在拿低端的廉价的产品换回什么 换回你那张美元啊 戴琪可能不懂 不懂金融啊 或者不懂这华尔街啊 财政部这一套 只是贸易代表 那你需要提高一下 因为你需要把自己的思维升上去 你才能看懂中美 除了贸易以外啊 贸易只是什么 只是个工具 美元 美元霸权才是里面的底层逻辑 美国的美元霸权需要什么 需要向全世界输出美元啊 我拿一张纸 是不是那张纸的成本 你代替自己 搞贸易的 真的知道啊 那张纸的成本啊 大量的印刷 越印那张纸越便宜啊 模板就一个嘛 越印越便宜 印了多少了 美国啊 那张纸 花花绿绿的 是不是 中国人 越南人 发展国家 拿什么 拿真金白银啊 自己辛辛苦劳劳动换来的产品 八亿件衬衫 换你美国啊 那几张绿票子 最廉价的东西 就是那个钱 美元 我换回你美元以后呢 买美国国债 又把钱给你美国了 美国 对不对 财政部拿着这些美国 美国人的这些 中国人呢 日本人呢 买了一下国债 干什么 投资了 投资哪 投资美国的国内 教育啊 军事啊 医疗啊 再还点旧账啊 你美国才能运转啊 这你发现没有啊 你按照刚才我跟你讲的 美国人一直在 吃白吃世界啊 白吃白喝啊 就印点绿票子就完了 然后大家记个账 啊 你欠这个日本多少 欠中国多少 几十年以后再还 中国日本拿什么 拿什么 拿环境啊 拿自己辛辛苦苦 996 加班 时间 污染 能源 真实的东西 换回了那几张绿票 还是记账呢 最后钱又回到美国了吗 中国和日本就买美国国债 钱又回去了 那戴琪知不知道 刚才我讲的 他当然知道 那他当然为什么知道 他不这么说啊 他没法说 说完这真相 世界上很多真相 说出以后啊 他这个工作 也没法做 我这个频道啊 又不是官方 咱们可以说 我说咱们像山中老人一样 站在高处 把这个世界看得清清楚楚 这边一堆 那边一堆 这两边想打 咱们可以看得清清楚 怎么打 那我今天就把这个世界的真相 给大家简单的 我最简单的语言 再描述一下 那说完了美国 再说中国 大家知道呢 中国也知道自己啊 这个现状 但是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 很多人不理解啊 中国为什么要加入到美元体系 大家知道这个 南美洲有一个叫什么 有一个叫 叫 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呢 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 将产业逐渐的转移 给南美洲 这些国家以后呢 转移到比如说墨西哥 墨西哥就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墨西哥收入不能再涨上去 因为整体的产业 转移到墨西哥以后 又整体的转移到哪 转移到巴西 又从巴西转移到阿根廷 又从阿根廷转移到秘鲁 它是整体迁移 而迁移了以后 留给当地的国家 留给当地的这是什么 都是最后的产业的衰落 产业的一败涂地 它没有留住任何一个新兴产业 没有留住 所以它等于就变成空心而发了 空洞 你看墨西哥就知道 只能给人代工 之前那个繁荣景象不在 为什么繁荣的东西 又奔向其他价格更低的地区去了 它留不住 所以就造成了什么 中等收入陷阱 它收入上不来 那中国呢 中国也知道 你看当年美国把这个电子 从美国转移到日本吧 电子行业 日本发展起来以后 转移到韩国 韩国啊 包括台湾 现在你看吗 台积电 对吧 然后东南亚 然后再什么 奔向大陆 哪便宜奔哪去 中国呢 也更便宜 奔中国来 那你奔向中国 中国怎么摆脱中等收入 陷阱呢 怎么摆脱像南美洲这些国家这样 下一步人讲了 从这些转移到更便宜地区 转移到东南亚 转到印度 人工成本更低 那中国呢 是不是要进入到这个中产机 这叫什么 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怎么摆脱 就是双循环 这我刚才 我现在要讲的双循环 为什么双循环能摆脱呢 刚才讲了 南美洲也好 它的中等收入陷阱 是产业整体转移 而中国呢 通过双循环呢 能够将整个产业留在中国 双循环不是内外循环啊 这个其实就是现在啊 国内有一些媒体人吧 他不懂经济啊 他告诉你啊 双循环就是国内一个循环 国外一个循环 那你可把双循环理解错了啊 我告诉大家真相啊 双循环是什么 双循环是美元体系循环 另外呢 中国人民币体系在循环 这叫双循环 大家可以看啊 之前的这个产业呢 是整体转移 墨西哥一个整体 对吧 转移完了 把整个墨西哥的产业 又整个转移到巴西 又从巴西转移到什么 秘鲁啊 智利啊 对吧 阿根廷啊 这么的整体转移 那现在转移到中国以后呢 中国成了什么 世界工厂 你看中国世界工厂以后 中国和美元形成一个 美元的循环体系 对吧 全世界的原材料进入中国 你看到了吧 全世界的原材料进入中国 然后中国呢 世界工厂把它变成什么 实体货物 然后再出口到美国 出口到以美元计价的一些体系中 变成了美元 整个美元环体系中的一部分 这就是一个循环 哎 双循环吗 这是其中一个循环 美元循环 就是中国将全世界的原材料 变成了什么 变成产品 然后销往全世界 以美元计价的实践 然后变成了一个美元循环 这个循环一部分 这是一个循环 那这个循环 中国呢 和东南亚的合作 将中国的部分产业链 转移到东南亚 转移到其他地区 怎么避免中国也变成墨西哥 整个整体产业转移了 美国就希望啊 中国整体产业转移了 中国变成墨西哥了 中等收入陷阱 怎么避免 双循环 第二个循环就来了 我东西 我这个产业是转移到越南了 转移到什么印度啊 现在很多人说 但是双循环就不一样了 还有个循环是人民币循环 双循环 人民币也在循环 就是由我中国控制上下游 为什么 我的整个的 说白了 我中国的这个 在世界产业链里边 已经形成了一个第二级 我不能说第一级 第二级 就仅次于美国 美国只能到我这来买 到别的地方买不到 因为其他地区 像越南 它无法提供给美国这些产品 我说越南你累死它 它也造不出来中国这个 这么大的量 所以很多国家最后呢 没法满足美国 只能中国满足美国 中国的体量够大 你看美国人越来有钱 胃口越来大 谁为为保美国 只能是中国 那中国这个手里边就有一个特权 就是我的体量 我这个规模 全世界只有我 那我中国人民币的循环就开始了 就我中国呢 将部分产业转移到东南亚 你记住啊 中国现在逐渐把产业 低端产业转移到东南亚 转移到其他地区 用人民币去循环 明白吧 第二个循环 人民币去循环 就我中国呢 也有一个话语权 在这个产业链里面 那这就是双循环 你记住啊 之前墨西哥之所以没有形成双循环 就是墨西哥的 它的规模不行 另外呢 墨西哥明明没有形成第二个循环 它只有了第一个循环 第一个循环以后 它虽然进入了美元体系 但是人家美国包括这个 这次啊 戴琪讲的 把中国赶出产业链 再脱钩 不是 再挂钩嘛 就是把你重新挂在我美元体系的 一个环节内 可有可无 说的时候到我说切掉 给你切掉 就像墨西哥一样 哎 我整个产业转移到巴西 转移到阿根廷 你墨西哥就完了 你没有双循环 你只有一个循环 你这一个循环 一旦受到美国 受到美国的政策影响 整体就迁移走了 迁移走 内部就空气化 中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双循环 那我形成一个人民币循环 就我利用我现在的优势 我可以控制上下游吗 你美国现在只能到我中国来买 那我就可以用我人民币 对不对 和你越南 和你下游那些原材料的 包括非洲 包括现在讲澳大利亚 原材料 包括俄罗斯 包括俄罗斯 利用我人民币 也可以利用美元 就是我可以形成一个 特别是一带路 包括给你贷款 形成一个第一控制我下游的原材料 第二呢 我可以对上游 你看这次新冠疫情 美国连口罩都造不了 什么呼吸机也需要中国 这就是人民币循环的一部分 就只有我能给你提供 西方为什么着急 戴琪也好 拜登 这帮人为什么急 这么急 就突然发现 中国有另一个循环 以前只是我 美国 我形成了一个循环 刚才我讲的美国人的逻辑 我美国就是世界 我的循环就是世界的循环 我美元的循环就是整个 金融体系 世界金融体系的循环 你加入我行 但我说给你剔除出去 就像墨西哥一样 中等收入陷阱 你就滚蛋 整体产业迁移走 什么都留不住 那么现在中国不一样 我俩循环 你看这俩循环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和美国 中国和上下产业链 上下游 原材料 这个循环是相辅相成的 因为我控制了上下游 我对美国供应 我到时候说不给你 你看这次中国拉闸限电 美国急了吧 我可以控制你通胀 我也可以控制下游 你这个产品 谁采购 我采购 我采购 戴希说了 刚是美国的钢厂都关门了 为啥 美国采购钢干嘛呀 他跟中国有竞争吗 没有啊 钢材都去中国了 那些原材料全去了中国 你看我可以控制你美国通胀 控制你美国的物件 我也可以控制下游 原材料价格 我中国这个循环就形成 但是我中国又必须这个循环产出的产品 必须和谁 和美国挂钩 不然我这么大产能 产出东西卖谁呀 谁接盘呢 卖出东西 美国呀 这是第二个循环 美元循环 美元呢 他这个美元拿出来钱 拿出来美元那张绿票 换回中国的产品 中国通过拿出来 拿着这个美元 然后再去其他国家放什么 很多人放高利贷也好 一带路也好 给俄罗斯普京嘛 让你记住啊 俄罗斯是欠中国外债最多的国家 千里千多个一样 所以俄罗斯欠中国账最多 为啥 俄罗斯拿石油 拿天然气抵押给中国 我现在说这些啊 你可以想想 这就是一个循环 你看 中国和俄国关系 为什么能这么好 和非洲的关系 为什么能稳定 中国为什么在全世界 连塔利班都觉得 中国是个财神爷 中国的记者在阿富汗 你可以看 谁敢欺负中国 都说中国人好 就中国在下游 原材料这方面有话语权 不像当年墨西哥 墨西哥是可以被替代 而中国不能被替代 中国牢牢的用第二个循环 控制住了下游 而且威胁上游 你逼我 你逼我 我就停电 我就拉闸 我就限电 美国急不急 你要是拜登 你急不急 你突然发现 哎呀 当年对付墨西哥 这招不行啊 中等收入陷阱 是不是 我还等着中国 中等收入陷阱 现在不行了 中国现在话语权这么大 经济上是这样 政治上很简单 我离不开中国了 那怎么办 脱钩吗 那你也看懂了 我今天跟你讲的 这个双循环 我今天再把双循环 其实也 哎呀 快睡觉了 也没怎么仔细讲 就大概给你讲了一下 你大概理解 什么叫双循环 不是中国国内 那个循环 那个国内那个循环 我告诉你 没什么意义 中国的GDP 中国的一些经济 主要是发改委 那帮人 每年其实计划好了 其实你 你对中国经济 有没有贡献 我另一说呢 人民币 在全世界 产业链的上下游 我用人民币的代表 就是人民币的循环 这是个循环 这个循环 对美国最大威胁 一带一路呢 正好适应了这个循环 因为中国呢 拿这个美国的钱呢 对吧 来再购买原材料 通过购买原材料 在控制住 原材料是一些国家 包括俄罗斯 非洲的关系 中东的关系 用美元 对吧 用你美国的产品 控制住 我上面呢 控制住美国 获得美元 拿着美元呢 在控制下游 所以获得政治利益 你看一带路也就形成 这就是双血管 那你美国想把 像墨西哥这套 对吧 中等收入陷阱 这套把戏 搞到中国身上 也搞不了 中国不怕你 我主动把我的产业链 转移到东南亚 为啥 因为我区域整体了 我整体区域化了 你东南亚那些产业链 实际上也是我的下游 你看你产业链 只能转移走一部分 你不能整体转移走 等于是整个区域化 就是整个的RCEP区域化 包括东南亚 我中国还是牢牢控制住 你听懂了吧 这个是让美国最 我觉得美国最头疼的 就是他不能把整个产业链转移走 因为中国这个规模在这 为什么中国规模在这 因为美国越来越需要这么大的规模 美国的胃口越来越来越多 美国的金融 你要听懂啊 你得从金融上面讲 谁能接得住美国这么大的金融 这么大的量 只能是中国 这么大的订单量 只能是中国接 而中国把这些接来的订单 他又分配给东南亚 形成了一个整个的产业链 而这个产业链牢牢的是由谁 中国控制住 中国成为这个产业链里的最关键的一级 你记住 老二有的时候也非常重要 老二 中国现在就是这个老二 上面美国只能是中国对接美国 越南想对接美国都不行 越南可以被轻易的剔除 被任何一个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剔除 越南啊 你记住 他不是举足轻重的 像有些台湾那些什么 什么谢金河讲那个 哎呀 什么转移 转移到完了 中国要完了 转移到东南亚 转到印度 转到越南 不要听他们瞎白话 那帮人没什么见识 那帮人 台湾人 我告诉你 世界上最没见识的台湾人 只能中国和美国对接 就这个插口 只能中国和美国对上 其他国家白费 那个体积太小 那中国就利用只能中国和美国对接这个优势 我上面可以控制你 下面整个产业链由人民币循环 也可以拿美元 但是我中国控制的美元来循环 下用 这是一个循环 然后我中国呢 再和美国进行循环 两个循环 你讲透了吧 这是美国最难受的 就是中国变成老二 这边是一个大管家 你听懂了吧 我上面控制你美国 你美国通胀 你找我 而且你美国每年印的这些钱 想办法你得什么 买我产品花出去 拿我的产品 我拿什么 我拿美元 拿完美元 我再去美国买什么 买你的债券 剩下一部分美元 我发给下游 来订我的 明年的一些 能源呢 原材料 美国被架空吧 看懂没有 美国和下游和这个 原材料国家架空了 没联系了 美国什么时候买煤炭了 什么时候去非洲国家 什么时候去俄罗斯 买天然气啊 买俄罗斯石油啊 美国需要吗 不需要 你看美国越来越变成什么 架空那个皇帝 是啊 你很有钱 你很有威望 但你和我们没关系啊 而中国变成什么 变成个管家了 变成老二 哎 中国的话语权越来越多 为啥这么多国家听中国的了 拜登突然发现 是不是戴琪啊 你看我节目说戴琪 戴琪你也突然发现 不对了 怎么中国这个老二变成老大了 我美国怎么 是不是啊 跟非洲这些国家越来越没有关系了 跟东南亚 跟日本 韩国 越来越被架空了 他们也不听我的话了 我的钱全部不给了中国 全部到中国来了 然后你中国拿着我的钱到处去 是吧 和我这些盟友没来眼去 我成什么 什么叫双循环 今天讲通了吗 新华社那帮人是不敢跟你讲这个东西的啊 给你讲 他们也不懂啊 你记住新华社那帮人没有什么懂经济的 会会码个字 是吧 新华字典能看透就行了 其他的不跟你讲透啊 有的他知道他不能跟你说 所以我今天晚上多花点时间啊 给你聊聊细节 这叫双循环 架空老大 对吧 花你的钱 给我干事 但双循环你可以看到啊 中国也离不开美国 那双循环必须是中美关系要搞好 美国要不买中国货了 把中国脱钩了 明白吗 美国也死 中国死的更惨 中国当然也死 中国给下游 必须什么 上游上面这个循环 拿回来的美元 给下边 两个循环 没了上面的循环 下游循环也做不下 那中国月 我造出这些东西 我卖谁去 卖谁去 那你看这两个循环 下了以后 说到根本 这两个循环下了以后 是不是就是美国的问题啊 美国的胃口太大了 美国人生活太好了 那个美元绝对是霸权 没有人能替代 没有任何一个货币 能替代美元霸权 所以我说 那福获是相依的 我就像戴琪 今天听完我节目 戴琪心里有个数 不是中国抢了美国人的生意 抢了美国人的工作 是美元 是美元 根本原因是美元 又说到美元霸权了 就说这些今天 我今天说这些 你消化消化 我希望你消化消化 你就能看懂世界 另外千万不要听台湾人讲啊 我他妈现在 我最讨厌就互联网上那帮台湾人的瞎就把逼一避 瞎他妈逼一避 中国他妈崩溃了 你他妈敢让中国崩溃吗 啊 美国人第一个不高兴 谁他妈买美国国债啊 你台湾人呢 就你那点B美元还买美国国债呢 啊 穷搜的呢 骂了个B 谁他妈买得起美国国债 只能是中国 中国一买几千个亿几千个亿的 操你台湾那点B钱 够干啥的 塞个牙缝吗 买点测纸就完了 记住我今天讲的 啊 我最讨厌那帮台湾什么谢金河那帮傻逼 骗他妈中国骗他妈所有的华人老百姓 你看看世界上 一个日本一个中国 能买得起美国国债的 第一大第二大 还有谁呀 你问问还有谁 不道理在这儿的吗 日本当年不就玩这个循环吗 日本的产业链不也转移了走了吗 为什么日本说话那么好使啊 都是一样的道理啊 中国其实跟日本是一样的 是中国这个体量更大 美国人过日子更舒服了 能看懂吗 那你让中国这个循环结束 那美国得找啊 现在拜登不要解决吗 找一个下一个 谁能接得住美国这么大体量的这个 找印度 印度现在不行啊 因为他自己都起不来啊 他这个制造业不行啊 为什么民主啊 不多讲了啊 我把今天讲的你消化一下就行了 这才是世界啊 这才是双循环的底层逻辑 我希望今天这个节目啊 可以介绍给戴琪听一听啊 其实戴琪可能也不明白 他可能懂贸易 不懂金融 不懂美元霸权 美国和中国里边的真正关系到底是什么 不怨中国 不怨中国 你看看我刚才讲的双循环 你愿中国吗 没了中国 美国 他这个美元 美国人能过得这么舒服吗 都觉得 哎呀 我们美国不如以前过得好事啊 是啊 以前你没有美元霸权呢 你美元 以前没有这样的强势啊 现在呢 谁造成你的经济科技这么发达啊 美元 谁支撑着你这个美元霸权啊 中国呀 发展中国家 真金白银给你换了的 你现在打破这个循环 我想戴琪还没这个能力啊 包括这个美国商务部这些人没这 你得跟谁啊 你得跟美联储去谈啊 那个才是老大啊 贸易里边得和财政部去谈 所以这为什么 你看刘鹤经常和谁 和美联储的一些人去谈 和财政部这边谈 和贸易代表很少去谈 跟你谈不着啊 是不是 刘鹤跟你谈不着这东西 这种大的格局 上面影响下边 上游影响下游 你这个戴琪只是下游 你只是个工具而已 你决定不了 整个中美关系 整个中美经贸关系 你戴琪决定不了 时间要晚啊 先讲这些 先把这个双循环 自己好好想一想 消化消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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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